自从我学会了这个家庭版的烤鱼 我就再也没有去外面吃过了 味道不能说跟店里面一模一样 但是也真的真的八九不离十了 甚至可以说比一些一般点的饭店做出来的还要好吃 做法也是远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 甚至可以说挺简单的 只要你花一分钟的时间认真看完这条视频 我相信你也能学会 鱼腌制好之后再准备一些自己爱吃的蔬菜 还有一些配料就可以开始烧啦 烧一锅的水 水开之后放一点盐跟食用油 让它有个底味 把蔬菜放进来烫一下 烫熟就可以捞出放进烤盘里面 再重新起锅烧油把鱼煎一下 每次煎鱼我都会多捞倒几句 就是一定要让它煎至一面金黄 才能翻身煎另一面 转动锅身是为了让它受热更均匀 煎出来的颜色也就更均匀好看 煎好的鱼铺在蔬菜上面 再起锅烧油 用小火炒香葱姜蒜干辣椒 以及一包这个烤鱼料 这个口味的我家回购很多次了 真的很不错 一包料可以做三斤鱼 煮香的汤汁淋进烤盘里面 上面再铺上青红辣椒 还有干辣椒 再来点白芝麻 放点香菜装拌一下 再铺上乐油激发香味 哇真的好香好香啊 在烤盘里面再继续过度个六七分钟 让它煮透煮入味就可以开吃啦 再来点烤盘里面